画面里这位精神绝兽的老者是太极宗师李金吾 李金吾自幼学习武术 师从多位武术名家 1941年任北平太庙太极拳的研究会理事 建国后参与编定国家的太极拳套路 不过现在他为人所熟知的原因是 他是太极大师严芳的师父 大家好我是Louis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2012年严芳在表演武术的时候隔空打人 仅仅用掌风就把人打出好几米远的视频 开始在网上走红 画面里阎芳的对手上蹿下跄的夸称动作令人喷范 在一些视频里阎芳只是坐着 而他轻轻一碰对手便立刻倒下 观众纷纷对这些逆天的武术提出质疑 事后阎芳表示这一切并不是表演 没有表演的成分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但是有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很放松的弟子和弟子们在推手呢 就是在视这里有劲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他表示忏悔 理由是自己没有听从师父的教导 不该到处炫耀太极神功 那会说我就是低调做人 让我不要与人争高低 把功夫练在身上 社会会认可的 有些东西是不能当着人练的 由于阎芳视频造成的恶劣影响 金吴太极传人李树骏等发出声明将阎芳逐出师门 不过回看阎芳师父李树骏他爹李金吴的太极武术展示 可以看到同样的上窜下跳 同样的过电抽搐 炎芳倒更像是得到了师父的真传 由于身体不变 李老紧坐在座椅中与徒弟表演了推手 他见几个身强力壮的徒弟轮番向他递招 就被他瞬间一一弹出 其应变之速点拨之高 令在场的人神奇不异 这种被称为凌空镜的武功 据说是太极功夫里面密布外宣的绝世神功 永泉太极研究会秘书长肖维嘉 这样描述他接触的凌空镜 肖维嘉的父亲是著名诗人 国际歌的中文翻译者肖三 师从太极名家实名 尽管肖维嘉在访谈中谦虚的说 自己只学到了师父的皮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武功水准 比起严芳来也是不遑多让 而在这一段录像里 他的师父实名的徒弟 这么形容这种神秘的力量 你做这个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多说多说是热的感觉 还是冰的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是什么 太阳拉着地球转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呢 而他的武功展示表明 凌空镜这种玄乎的技巧 已经由来已久 严芳绝非偶然个案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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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太极里 不论是不动如山的蝉丝镜 还是瞻一而跌的凌空镜 在二次元的群体里 并不陌生 正在猎人里 叫做念里 在活影忍者里 叫做查克拉 在星球大战里 叫做元里 感情这些太极大师们 都是老二次元了 在爆出了一系列的假大师之后 你以为国内的武林界会痛定思痛 来一波大清洗后 吸收他人常处 洋气糟粕 发愤图强 然而并没有 打假传舞的徐晓东 被噤声 各种武术家身价飙升 四处走穴 有政协委员建议 以国家的力量 大力推广太极拳 推动太极拳进入奥运会 没过多久 教育部便发出号令 在中小学推广太极拳 他们指出要积极做好课程设计 委托学校体育教育武术联盟 开发教学指南 加强教育监督 推动太极拳项目的广泛普及 看到这里 我一股热血顿时沸腾 只后悔早生了十几年 不然我也要投身到太极拳的宏图大业中 在激烈的角逐中 念旧一身太极神功 相近假以时日 我国中小学生便能飞天遁地 隔空取物 日本中小学生已在瑟瑟发抖 届时小粉红们一尾渡海 使出临波微步 隐分身术 幽波文公 对岸武力 顿时灰飞烟灭 祖国统一 指日可待 自古明师出高途 接下来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那些声名远扬的太极片 啊不 太极大师 第一位是大家熟悉的雷公太极雷雷 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就是各种被揍 看着雷大师被揍得鼻青脸肿后 依然气定神仙的样子 让人不禁感叹 太极果然是以柔克纲 春风话雨的神功 与延芳一样 在被徐晓东成都一战后 名声扫地 他也被逐出师门 回看他与师傅罗宇练功的画面 两人如骄似漆 情投意合 颇得道家性命双修之法的争传 谁曾想日后两人反目成仇 与他们当年你浓我浓 暗生情愫的样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罗宇痛斥累累品行低劣 道德败坏 甚至追讨习武期间所欠的学费和伙食费 让人不胜唏嘘 从罗宇义正词验的样子来看 他应该是有真功夫的 下面请欣赏他和外国人比武切磋时候的画面 罗老师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这种如春风拂面 和猴子一样来回蹦跶的武功招式如同儿戏 这样看来 罗老师的教导算是很成功的 除去却不飞那样的江湖骗术 他们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 自我认知失调的症状得到一以贯之 他们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出道的 这种厚颜无耻的镜头只在伯仲之间 第二位是近来风头盖过 严芳大师的当代武术朋克 街舞达人 互联网名音制造机 浑云形意掌门人马宝国 除和雷雷一样拥有诸多挨揍的经历外 其口才也是了得 众所周知 口才是太极功夫的核心能力 没有之一 无论这些太极大师 在功夫表演的时候 多么敷衍了事 但一到谈话的场合 立刻精神抖擞 眉飞色舞 从哲学思维到传统文化 从修身养性到家国情怀 从文涛武略到中医命理 从外太空一直聊到内子宫 说的你天花乱坠 鬼迷心窍 太极功夫能不能打 先放一边 嘴炮功夫绝对世界第一 奥运会如果把太极列入比赛项目 光以嘴炮一项 中国队便能包揽所有金牌 虽然在数次的比武中 被奏得七晕八素 但马宝国在采访中 还是对中国武术的现状痛心疾首 他们三打字打不打太群 随后就开始吹起了牛逼 我一个学生 FaceGate 参与其中240到2.5公斤 他是教我 自由国际很开极 我在英国他跟我学了5年 以此也没办法 我都纳闷了 什么都太传到中国这么厉害了 并列自己在英国和彼得欧文 比武作假事件做出解释 他没有假 为什么 我把他封死了 能看到这个录像 我感到可悲可叹的事 能看从这个录像 这么大一个中国武兵检 这么多时候一个大师 竟然 没有十个人 看你们的脸 十个人的脸 然后话锋一转 开始说起光荣家事 我说我爷爷 我父亲都杀过这位女士 那不是杀一个人 可能的 我虽然没有杀过人 但是我杀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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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免俗 马宝国在败给50岁的民间武术爱好者 王庆宏后 陈家沟官方微博指出 马宝国的魂元行义 是恶意碰刺他们的魂元太极拳 两者仅一字之差 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原来马宝国同志一直是山寨边的康帅夫啊 这又引起我的好奇了 这个魂元太极拳 有太极之乡陈家沟的背书 应该是有真功夫的 公开资料里显示 陈氏心义魂元太极拳 是冯志强老师及毕生之研修 在其武功炼至化尽后 而总结创立于世的优秀权种 而这位冯志强是太极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是把太极推广到世界的关键人物之一 在他的武术表演中 虽然没有看到严方式的上蹿下跳 但这种需要对方配合的武术积极形势 在实战中的能力还是让人怀疑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 太极大师王湛海 会不会后悔参与湖南卫视2013年 11月11日的这一期 《谁与争锋》的节目 这期节目堪称太极史上 全方位多角度的造假事件 在节目中 大力士 柔道黑带 基建高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 雷雷马宝国单手破除裸角 在他眼里只是小儿科 他轻松挣脱四名身材壮瘦的男子的束缚 最后甚至与三名职业赶楼员对抗 只见他一路闪转腾挪 将球员甩在身后 将球送入门中 这哪里是太极 说是蝙蝠侠功夫熊猫也不为过 事后当事人李铁拓在微博上自曝 当时的演出实为节目效果 只是配可表演而已 与报警大师马宝国不同 王大师显然深谙江湖规矩 身边勇于重练习散打出生的徒弟 遇到有人挑战之后 便以身份辈分的原因让徒弟出马 这就避免了被揍的下场 自始至终 他也没有和徐晓东正面较量过 而他的《枪枪三人行》解释其地 王战军在电视比武作假时候的一番言论 可以说是当下中国诸多造假事件的绝佳样本 我觉得这个造假 他们这个比赛 这个康隆武林大会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 是对手先在底下比 就说咱俩打 咱俩要真打 真实的打 你要输给我了 那你就要在内台上去 这个为了效果要去展示 我要输给你了 我要配合你展示 他无意中揭开了中国文化中 密不可宣的一角 在这里只有拥抱这种文化的人 才能玩的风生水起 而对抗这种文化的 便会被他们排除在外 成为不可接触者 徐晓东乃至《枪枪三人行》 这档节目的下场 便是名正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台湾馆长陈志涵 讽刺太极大师戴廷龙正非十多人的 夸张武术表演是造假后 不但没有被封禁 反而声名大噪 稳坐台湾网红的头部位置 和雷雷 马保国这些来路不明的野大师不同 泰山北斗 名门正宗 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太极大师陈小旺 佳学渊源深厚的陈小旺 早已飞升国际 电影大师李安都帮他站过台 他的武术表演中 步伐轻盈 刚如并激的样子 还真有大师的风范 我想这回应该不会错了 这就是我寻找已久的 太极大师 直到我看到这些 陈氏太极拳掌门人陈小旺 轻轻松松憋喝水 就是不动如山 他们就像推墙一样 去推他们的师傅 陈小旺 二十名壮汉散开一片 既然没有把陈老师推动半步 陈大师似乎非常热衷于到处和一群人玩推推乐 不过这种江湖卖艺人的把戏实在是两无新意 看着他恶在其中自我陶醉的样子 一时竟分不清到底是形势所迫 还是兴趣使然 而另一段节目中 他与大力士龙武较量的画面简直搞笑 虎背熊王的龙武用尽吃奶的力气 想把陈小旺推出圈外 而陈小旺纹丝不动 看着大力士龙武 煞有介事的和同伴商量 对抗陈小旺策略的样子 我觉得刚才是第一次 和这种接触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力量 跟我们的职业性力量的有种区别 我可以女儒可告 这回我觉得可以尝试用一定 往上抬的那种力量 就是减轻他对整个地的一种 下这种力量 让人不禁感慨 果然还是骗子挣钱快 最后节目 在两人一番商业尬吹中结束 事后龙武也表示 这个视频是作假 从央视一党介绍陈小旺的节目中 就可以看出 徐晓东被封杀的现实原因 包括徐州在内 目前全国大约有 陈小旺太极分会50多个 2000年就开始了 他第一次来台湾 传授陈氏太极 就引起了台湾武术爱好的观众 从1990年开始 陈小旺远赴海外 开拓中国太极拳的市场 成立了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 20多年下来 陈小旺已经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发展了十多万人的席练队伍 这其实反映了这种文化的一个本质的特点 大道志德 轻轻无为 只是他的外壳 功力的考量 才是他的内核 加以道学哲思 和修身养性的皮毛 在一通玄妙的文化乱顿 和若有若无的审美体验下 有无真假都不重要 在利益的捆绑下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久而久之 自己也可以骗过自己 在大师的名号下 招摇过世 在迷利场上游刃有余 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 世人皆以为然 用存在即是合理的毒鸡汤 来麻痹自己 一副难得活吐 事不关己的犬儒心态 道无忠实 悟有此生 万物一齐 哪管他 真小人 亦或是伪君子 卡尔维若的黑羊 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一个人人都是小偷的国家 由于每个人都是偷盗者 又是被偷者 这里维持着一种怪异的平衡 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幸福 突然有一天 闯进来一个诚实的人 他拒绝偷别人的东西 于是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那些没被偷过的人 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富了 就不想再行窃了 而那些跑到诚实的人家里面 去行窃的人 发现里面已经被偷光了 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于是人们建立起警察局和监狱 来维持社会秩序 社会开始发展 在这个故事的现实版本里面 人们预料到了后面的结果 所以他们把诚实的人赶走了 每个人都继续过着 他们自以为是的幸福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留言或者转发 你的支持 使我们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谢谢你们